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价格收市情况 见到纽约股市下跌 投资者注视美国稍后公布的非农业职位增长的数字 独禽斯工业平均指数率收报29926点 跌346点 跌1.15% 标普500指数收报3744点 跌38点 跌幅1.02% 纳斯特克指数收报11073点 跌75点 跌幅0.68% 能源股受到油价上升支持 其他主要股份类别受压 市场继续关注通胀和利率前景 芝加江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埃文斯表示 今年如下时间 联储局仍有1.25厘加息空间 这是港股美国如拓正愿的表现 EDR教本港收市普遍下跌 汇控制下比本港收市跌1.94% 腾讯跌0.68% 阿里巴巴跌0.5% 美团跌0.54% 看看欧洲故事的表现 欧洲主要故事下跌 欧洲央行9月会议记录引发 投资者对欧元区通胀状况的忧虑 欧洲央行可能会更加积极收紧货币政策 零售数据疲弱也加深了投资者对经济放缓的忧虑 倫敦富士100指数收报6997.55% 法兰克福特指数收报12470.46% 巴黎克指数收报5936.49% 太密油价 原油期货价格上升 继续受到石油输出各组织和盟友同意减产消息支持 纽约旗油每桶报88.45美元升0.69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94.42美元升1.05美元 看看金价表现 外围金价变动不大 投资者等待美国稍后公布的就业数据 纽约旗金没有变动 看看美元回价 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上升 市场预期美国稍后公布9月的非农业 新增为25万个 令联储局继续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看回最新美元回价 港元是7.849 日元144.987 欧元0.979 英镑1.115 瑞士法郎0.99 加元1.374 澳元0.641 纽元0.565 看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3.83 30年期债券报3.79 这个时间看港贵最新走势 看见恒指最新报17797 跌214 国企指数最新报6108.1 跌76 大市成交暂时35亿 这个环节相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见 遥传问题提提提你 现货黄金卖入价171.31美元 卖出价171.6美元 现货白银卖入价20.552美元 卖出价20.581美元 以上资讯由遥传问题提供 看见